毛小孩闯关游戏 希望强化四组与宠物间的信任感 宠物在现代家庭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透过互动游戏 可以强化人与宠物之间的默契和信赖 现场聚集了许多学生与他们的宠物 有的狗狗在林场退却 待在原地不动 也有立刻飞奔到主人身边 现场趣味很深 我们让学生在课语下课 现在这个时间 可以让学生喜欢 主要也是让学生跟宠物狗狗 这一方面能够知道说他们的感情好不好 因为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可能同学就会对狗狗特别去用心去照顾 因为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有些狗狗 你看看到主人就跑成那样 有些可能狗狗 有一些学生对狗狗还不是很熟 有些是一年级不是很熟 所以狗狗就会喊不听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第二届 那我们希望第三届能够到校会去比赛 我们都有跟一些像动宝局 他们都会有一些流浪拳 任养会 那我们透过这一个任养 学生会帮他们做一些美容 那你美容完之后的狗狗 它会比较漂亮 那比较就会有人去任养它 学校举办宠物闯关系列活动 学校里的同学们都带着自己的狗狗们来参加 也让同学们可以享受与狗狗一起互动的欢乐感受 现场也准备了许多的奖品 来慰绕辛苦参赛的狗狗 十方新闻规文徐建议屏东采访报道